我走在长街中 听喜自唱京城 人杂乱随笑场 夜黄腿如长桥 奶奶会上头 旗袍勾勒好身材 眼前正在走秀的是近段时间以来 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走红的贵阳奶奶女生团 虽已年过六旬 但五位奶奶妆容精致 身材娇好 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自信 不少网友点赞评论道 岁月从不败美人 气质出众 日前 记者在贵阳街头用镜头记录下 这群奶奶们靓丽的晚年生活 清晨一大早 奶奶女生团队长李贵秀 就邀约上其余四名队员一起到户外上走秀课 一番梳妆打扮后 他们身着礼服 来到贵阳大剧院附近的广场 开始走秀训练 我今年已经是68岁了 我45岁走时装 我只是一个爱好者 一个业余爱好者 通过这20年的学习呢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 而且想带你一配老年朋友一起抱团养老 因为现在国家强大了嘛 要体现我们老年人的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 所以呢 我们奶奶女生团就这样诞生了 李贵秀介绍 团队成员最初是基于相似的兴趣爱好 走到了一起 在日常相处中大家发现 彼此都是热爱生活的有心人 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大家的爱好 都是想更健康 更有自信 更优雅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走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除了就是说 管理好家里面的琐碎知识 家务识 管理好这些 但是一定要善待自己 管理好自己的身材 我觉得的话 在美丽中慢慢变老不是更好吗 在李贵秀的操持下 奶奶女生团每周都保持着一定的形体训练时间 配合着走秀 在妆容和穿搭方面 几位奶奶也别出心裁 十分讲究 我感觉形体是能帮助到每一个人的 对于穿搭来说呢 我们都非常讲究的 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对待观众 然后我们自己也喜欢 这样子的话呢 给大家 给自己 有一个就是说视觉的享受 无论是相约训练还是出游散心 李贵秀和队员们亦热衷于用视频 记录下团队活动的点滴 并通过网络短视频平台分享 他们也因此意外在网络上走红 迎来网友关注 网络收获赞美也存在质疑 有网友认为他们过于花枝招展 装扮与年龄不符 面对网络上褒贬不一的评价 几位奶奶内心从容坦然 观点不一样 都要接受 就是感觉跟着自己的心走 自己喜欢 自己认为的美就可以了 身体好 开开心心 快快乐了 就是最美的 肯定我们要传播正面来的东西 肯定是的 实际上我们传达的这个呢 就是说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就是退了休 要早一点就是自己开心的事情去做 随着年纪增长 肯定这个身体各方面 肯定是会允许 就是我们要走到我们走不动的那天吧 要悠然的老去